嘻嘻嘻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漢魔滑的 來玩這款劍匣世界起源 呃 來看一下公告 沒公告 來看一下設定 預設畫質是高 好 熟悉的音樂啊 嗯 戰鬥設置 這自動吃藥 伺服器 123 好 今天是4月23日 今天開補了 這是台補 之前有玩過 測試過陸服版本 然後台補也有測試過 小心一點 那十大門派 十大門派 少林 大理段氏 天王 百邦 唐門 可以選女生啊 天忍 冥教 武當 淬菸 昆倫 呃 我也不知道選誰好啊 來個冥教好了 阿姆 阿姆 來吧 這個是復古的玩法喔 復古的那個畫面 我不知道他在讀取什麼啦 卡住 卡住啦 好了好了好了 他可以用傳統的MMO 點擊的也可以用搖桿 好 找誰來代言 陳小春跟那個徐少強 都是以前香港的藝人 之前香港藝人 然後有金木水火圖 行客制阿 百人混戰阿什麼的 送金戰場阿 好 來吧 因為已經測過好幾次了 稍微玩一下吧 今天開服這樣 臉書 早早看有沒有兌換碼吧 他有教你如何輸入序號 看了一下他竟然還有PC版本 想不到還有PC版本 我正在看Facebook有沒有 底包碼 沒有話就要去問了啦 加入群組問一下 他有LINE群跟Discord群 就加入問一下吧 小兵應該會跟你講 畢竟我們也不是官方人員阿 我也懶得家阿 他這個遊戲的那個 點擊在這邊 對話之後要點這個才可以下一步 下一步下一步 或是交互一下 我好像每次都玩這個角色耶 我有玩過丐幫啦 他這個是拿錘子的 咻咻咻咻咻咻 打猛虎打五隻 他這個就沒有什麼物理碰撞阿 就是角色跟角色會直接穿透過去 像以前玩那個天堂就會 碰到 而且天堂走超慢的 天堂1阿 我最近看到那個新聞喔 8號的新聞 天堂2和天堂W還是什麼的 有那個 超級帳號 就是GM帳號 簡單說就是GM帳號 關拖阿 關拖 就是他 要把課長給殺翻了阿 然後課長就會不爽 就去儲值課金 就那種超級帳號阿 他就是要刺激消費嘛 這個在那個陸府的一些 以前那網頁遊戲蠻常見的那種 綁一大哥 也不是綁一 就是課長帳號 就每次新伺服器就要 他會有一個 出職第一出職第二出職第三嘛 或者什麼戰力第一戰力第二戰力第三 那些獎勵阿 不太一樣 那他就會刺激消費 你課金他也課金 你課金他也課金 你充戰力他也充戰力 結果那個都是機器人跟你在那邊比 比而已阿 像有一些直播主阿 網紅阿什麼的 也都是拿一些 官方的帳號來玩阿 你看他好像課好多錢 課幾百萬幾千萬幾萬幾萬幾萬 那個都是假的 那都是那個刺激消費 官方給他的 那我為什麼看到這個新聞 因為那要調查這些東西 韓國那邊要調查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種有一點算是 詐欺吧 拿那個劇院張要跟你打 你哪打得過阿 誒突然變小聲誒 以前我有一款那個 玩一款那個 火影忍者Online 火影忍者Online 也是玩了三年嗎 我覺得裡面就蠻多的 蠻多那種關脫的感覺 那個 充榜的那個 有些都是那個 充完榜的時候就離開 就不玩了 帳號就送人了 莫名其妙 就一開始我們的 我們的會長也是一樣阿 我們會長也是莫名其妙阿 他就 他就除很多職阿 然後都充戰力阿 充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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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過一陣子 他就 玩了一陣子他就沒完了 就把帳號丟給我了 還有一些點數卡給我 然後就是很納悶 恩 問號 我就有懷疑過他是不是 是不是關脫阿 官方的帳號 官方給了點數 廢物利用把它丟給我 刺激消費一下 不知道不知道 也沒有辦法去證明太多 證實太多 但是我剛剛說的那個 超級帳號 確實有這件事情 我來撒一下那個新聞怎樣 我來看看好了 好 他的標題是說 韓國公正交易委員會 針對NCSoft的天堂M 天堂2M GM帳號 喔 GM帳號 他們有1000名用戶提出的那個 超級帳號 提投訴 就是他們玩家有投訴就對了 就是違反那個消費者一些 公平行為阿 刺激消費 好就這樣吧 這邊有這些人物阿 強化裝備 甜酒書喔 要衝裝是不是 背包 然後點我們這個戰錘強化 削這個石頭 五顆這個石頭 長按一下沒反應 這叫玄金喔 好它叫玄金 那我們就強化等級1 加1了有沒有 闖蕩江湖更安全阿 多安全 這個又沒有PVP殺人 頂多去打什麼幫會戰阿 盟戰阿 國戰阿 那種的吧 戰場阿 走在路上被砍了我就不玩了 以前玩過一款日本的MMO Online game 我就很好奇阿 想去玩一下 那個朋友的弟弟也說你不要玩哪一款 那一款進去你會被殺阿 我就跟他藥帳號來玩一下 體驗一下 然後就去網咖那時候就去網咖玩 結果真的一進去之後就被人殺了阿 新手進去就被殺了阿 直接變成靈魂狀態 他還說你只有幾條命阿 不知道幹嘛了 什麼爛遊戲阿 阿這遊戲倒定了 這種設計 你想想看你是一個老玩家 然後跑到新手村 蹲點 有個人創造就把他殺了 那這樣這個遊戲會有新人嗎 都被你殺跑了 所以他遊戲設計超爛的 我也不知道那為什麼會設計成這個樣子阿 陳大俠出現在崩會挑戰 那什麼字阿 突然突然出現這麼大的字阿 這麼大的跑馬燈 擊敗羊鐵星 金庸的羊鐵星喔 傳艙三成 這邊有下載吧 下載獎勵 陳小春跑出來了 陳小春什麼紅起來的阿 是不是演三雞 他是演三雞紅起來的嗎 國貨宅 陳浩南 他有唱歌阿 香港演員藝人阿 還有歌手阿 都有 不過我不知道他最近 他們最近在哪邊活躍 可能都去中國發展了吧 台灣的藝人阿 香港的藝人都得去中國發展 昨天前天有看到那個什麼陳美淨喔 陳美淨的新聞說在 在哪裡阿 這是送進戰場 在那個哪裡開演唱會 復出開演唱會 然後被喊退票退票退票在中國阿 因為他整整兩三個小時的演唱會 大概只唱個幾首歌 大概五六首 唱個三十分鐘而已 其他都叫他們的那些 老師阿 樂隊阿 幫忙唱 然後整個人發福 種種的 這邊為什麼要唱歌阿 靜音一下 好那在唱歌我先靜音阿 因為唱歌有時候有版權 然後我就去看一下陳美驚道 怎麼 原來他之前生病的 視覺失調 失戀視覺失調 可能會有幻聽幻覺 然後失去了以前的記憶 我覺得大概是這樣吧 他又復出了 他唱了蠻多好聽的歌耶 陳美驚阿 新加坡人 一個歌后 歌后 天后等級的歌后 歌手 大概有點像那個 我獲勝了 我獲勝了 怎麼不動阿 敵人咧 好 自己打一下 這有點像那個 就戰場嘛 戰場 就有點像那個 王菲那個等級啦 就那種有點空靈的那種感覺唱歌 好把音樂打開 因為剛剛他在唱歌阿 唱那個熱血的那種什麼男兒歌阿 好 我不知道後上傳之後會不會抓到前面 前面我沒有靜音 要再處理很麻煩 要多花一點時間處理那個 反全音的問題 好公測慶典 靈音壞盒 另外一個 徐少強 也是演超多港劇的 從年輕演到老 老的時候大部分都演反派吧 他以前演那個天殘變可是主角耶 天殘變夠老了吧 小時候很小很小很小 我沒看過 大人在那邊講 然後小朋友就會模仿 天殘變 就是會變成一個剪這樣 然後就破剪而出變得很厲害 他有電影版阿 然後也有那個 他們那個連續劇版本 也是徐少強演的 就是你看到後期的一些 港劇的一些 主角 演反派的大魔頭幹嘛的 他們年輕的時候都是主角耶 都正派主角耶 都是金庸裡面小說 或是哪邊 哪邊小說的主角 金庸阿 古龍那些小說的主角 可是我們接觸到他的時候 因為他已經 中年以後 他已經不是主角 就變成說要演反派 就是要換角色演的 新的角色要給那個 正派角色要給新人演 這邊有陽開阿幹嘛的阿 陽開 好 出現長 這個是日常任務吧 10個日常任務 然後加入家族 好 那大概這樣啦 我們來把其他功能給看一看吧 這邊可以加點數 40級可以免費洗點 C3G的這款劍俠 就是音樂都還蠻好聽的啦 好 把資源包給宅宅 打岔一下 奇珍格應該是商店 各種商店有沒有 還有外觀商店 還有外觀商店 福利 千道福利 獻上獎勵 我玩了15分鐘了 我們稍微看一下 月卡 每日禮包 集成禮包 活動 這邊有一個日常表阿 日曆 日曆表 好 告訴你禮拜一到禮拜天 然後什麼時間 要幹什麼事情 然後公廁慶典 千道好禮 手出 拿這些神兵阿 神兵利器 好家族 這麼多人 你是騙我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機器人到底多少 給我講出來 每個都快滿了 對不對 找幾個會長官托來加一下機器人 創個賬號 創個工會 幫會 喔 幫會跟家族不一樣 不一樣的意思 這邊有幫會 好 設置我們剛看了 預設是高 幫會正在挑戰 正在進行中 幫會挑戰正在進行 你沒有幫會 你剛跑半天 我想說 欸我不是沒幫會嗎 好那我們就玩到這邊啦 我是哈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 請問一下 請不及 請親密 按讚 平等 嗯 請問一下